很多人有去看過電影《模仿遊戲》裡面的樸利 它所設計的第一部電腦 它其實就是為機器所閱讀 它可以在機器大量溝通的情況之下 做分析 做預測 這個也就是開放政府 尤其是在開放資料平台裡面最重要的意義 排他市開放政府的目標 我們是藉由控雲 參與 協力這樣的目標 還有我們三個面向 包括開放資料 開放服務 開放決策 我們在這三個面向裡面各下設有12個的執行策略 最主要開放資料的部分 電腦可以直接去運算 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數據 甚至這些數據堆累到一個程度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對於一些事情跟一些趨勢做分析 舉例來講 我們過去在Google的那本書裡 也可以看得到說有關於感冒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是也可以做預測的 上次載本橋先生到台南市的演說的時候 他也提到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在當地的藥局 有很多人感冒了 他會先去買陳藥 他不一定會先去就醫 但是我們在陳藥販售的品項裡面 如果可以經過資料平台的開放 我們甚至可以理解這個感冒快要來的 因為大家會先去買服帽 或者是買一些口痛藥 或者是買一些有關於感冒咳嗽這些陳藥 我們從這些購買的行為裡面 就可以去分析到大量的流感可能要到了 這個就是資料開放最重要的意義 台南市開放政府的目標 我們大概也是跟隨著我們所做的一些透明參與 跟協力的核心 希望藉由開放資料 開放決策 開放服務 達到開放政府最重要的目的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所架設完成的資料開放平台 目前我們已經有累計了188項的資料集 也非常感謝秘書長在兩次盤點的資料開放的原則上做協助 除了原來我們在開放的時候是屬於Data版 測試版 我們並沒有對外做大型的宣傳 在沒有大型宣傳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達到了將近10萬的瀏覽次數 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我們架設的理由 就是我們架設的是採取簡單 而且最清楚 然後最快速 最簡單的方式去進行資料限制的一個平台 我們也採取C-CAN 這樣的方式跟國際接隔 也就是我們採取一個階段就可以跟國際接隔的資料開放 而不是兩個階段還要經過接接 這個也是全國最優先採取C-CAN 這樣的方式去建設平台 我們也利用了台南市開放資料平台裡面的 一些有關於台南市 地區醫院 公社 Wi-Fi 熱點等等 去做了一個福利通的APP 這個福利通的APP 我們現在在英國系統 我們已經在網路上可以提供下載 iOS 的部分 我們還在申請 將來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在定位上面就可以去找到你最鄰近的一些醫院 提供一些團員 或者是一些民眾做一些服務 最重要的就是 有開放了在APP裡面的原始碼 公開 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上面專業的人士 做一些解決 或者是做一些更多的應用設計 在開放資料平台裡面 我們成功剛才所提到的 總共開放188項資料籍 持續會陸續增加 我們預計在4月的時候 可以突破200個資料籍 其中 現在比較在資料資訊 交通資訊的部分 是在資料平台裡面 下載的瀏覽次數算是比較高的 另外 等下會公布的公共短線圖資 也是開全國資先 我們把地下的公共短線圖資 做資料平台的一個開放 甚至做一些加值的應用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所做的台南客棟的一個競賽 它這裡面最大的特色就是 依據我們台南市資料開放裡面的 48 項資料所做的一些設計 也就是 106 個人去參加這個比賽項目裡面 總共我們所使用的項目 在當時開放的資料籍 總共有 132 個資料籍 我們被使用的就有 48 項 這一個是我們第一名的台南百年文史地圖 它是以 Time-back 的方式去做建制的 所以你可以在地圖上面看到它的 GTS 的定位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照片 或者是上傳的影片 這裡會有一個有關於熱蘭澤城 城內建築一構的一個說明 這個也是當時得到第一名 他們所建制平台裡面 Time-map 的一個應用程式的創取 這個也是我們利用的 Hexen Green 舉辦比賽第一名的 Time-map 去把市長的一個公開行程所做的一個示範 這是在去年到今年跨年三部曲的一個二療園日珠 跟當天的一些時間程 這個也是我們利用第一名的 Time-map 的方式 去做了一個勤有感 托殺的一個資料 那這個呢 除了日期地點之外 還有它的勤走 還有我們勤有感的病毒 跟托殺場次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事實上我們在台南市公佈了這個勤有感 托殺的資料平台之後呢 我們在 2 月 27 號之前 Open Data 它基本上每一年都會開一次年會 那它預計本來是在 3 4 月之後要舉辦一個年會 那 2 月 21 號是 Open Data 它的一個主要的日子 就是大家會在那一年去做針對 Open Data 裡面的一些東西 去做一些研究跟探討 那我們獲邀在 2 月 27 號參加 Open Data 海灣的一個勤有感 開放資料的座談會 那我們在裡面呢 也提供了非常多台南市的一些作為 給他們這一些 Open Data 的一個專家做參考 那事實上這一份資料呢 現在也在農委會做一些整理 如果將來全國都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向市長在市政會議裡面所提到的 勤有感的這種病毒的數字 或者是它的地點 或者甚至運行車的一個地圖 我們可不可以經由這樣的方式做更多的家職服務 讓民眾更能夠理解 甚至在方面工作上做最大的幫助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台南市去利用這個 勤有感的Tarmac 的方式去會利用的 也就是當時我們在運行車輛的一個新聞 我們也可以在時間軸裡面去呈現 那這個呢 將來是一個運行車的一個行徑的地圖 那以後農委會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像在運行車是不是間接 影響到潛流感的這種傳染 或者是什麼 他們會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那這個是我們在 普及旅遊人數的一個統計 表示一百年一月到十二月 那這些也是依據我們最夯的一些普及點 去做人數的統計 那像我們在今年 王組長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今年可能有六百多萬人 四到台南來 那可能相對的有一些交通上的壓力 那如果我們透過這個事先可以做一些 交通上面的輸導 或者是古蹟遊覽地圖的一個島椅 我們其實會在台南做更好更深的一些旅遊活動 而且會比較便宜 那這個也是裡面功能的一項 這個就是統計簡單的一個統計分析圖 那在開放服務的項目裡面 我們這一個部分也會開全國之間 把原來的1999化物中心的一些資料 把它open 出去 也就是我們將來會成立一個 altern 1999 ABD 甚至它的網頁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在1999裡面 我們在之前的一些資料的 收整裡面發現 我們總共有九大類 是民眾陳述的案件比較多 裡面會細分為35項通報案件 那這些可能在1999 這個九大類裡面 我們會在第一階段做采放 那它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以包括圍庭 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些圍庭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部分拍照上傳 那它給台南市政府 就鳳警市長所提到的 我們是接受水泥監督 那這個東西它跟平常的一些1999最大的不同是 過去1999是打電話進來市政府做澄清 或者是做投訴 或者是做一些說明 那那個部分其實只有當事人知道 那一個案件的走向 未來這個open 1999開放之後 是全民都可以看到這個案件 它立即被修復的時間是多少 然後它被上傳的是多少 所以這樣子的壓力是對一些 尤其是派工單位是相對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這個也是台南市 針對全民監督的部分 所做出最大的貢獻 那這個是管線圖資 那從高雄氣泡之後 我們其實對於地下管線 都有一些恐懼 就是我們到路挖掘的時候 是不是後續挖到 不小心挖到一些瓦斯管 或者是一些危險管線 那這個是由公路局所開發的 道路挖掘壁民氣泡 那公路局這邊也針對 市長的指示 我們除了在台南市 原來轄區的範圍裡面 像我們往北 可能臨近接近嘉義市 或者嘉義線 然後再往北一點 會接近雲林 那這個 道路的一個管線圖資的資料 我們是以雲嘉南 道路挖掘壁民氣泡 作為一個主要的設計 也就是台南市的一些道路 管線 地下的管線 我們其實不只是在台南市 我們甚至到雲嘉都可以 那個這個也是 我們將來在居治裡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那這個等一下會有一個 實際的演練給大家做說明 所以我在這邊就不贅述 那另外一個是 本雲市長所提醒的 就是在政府的四大本質裡面 除了青年提政 以人為本 另外就是公益向善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開放政府 我們希望把這些概念都能融合在開放政府 最整體有一個概念裡面 那這些那是工務局 勞工局現在所做的助安金 想用心這樣 幫助一些弱勢去修善房子 那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希望 幫助人家的 可以找到去向 想接受幫助的人 也可以找到他的物資 找到他的能力 找到他的志工 事實上這個社會充滿了很多 也不會願意幫助人家 但是他也許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希望 蟑螂在這個 公益台南的項目裡面 包括捐款這樣子的方式 讓你的愛心知道去向 讓需要接受幫助的人不孤單 這個是我們希望將來可以擋到的 開放政府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架構 陳龍剛才所做的一些說明 我們除了開放資料 開放服務跟開放決策 那其中最重要的 有包括野生台南 那如果大家有像小的時候 是我個人小的時候 也許現在沒有 就是野生動物園這樣的情況 什麼叫野生動物園 就是沒有炸 所以野生的意思 他基本上就是沒有框架 我們給了這個政府 一個最大的民主小將 我們將來如果能夠順利進行的話 這個野生台南會把台南市 開放政府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想法 放到歐洲區 然後去找到非常多的專家 高手來做一些其他的設計跟服務 事實上我們在行政院的國發會 他們現在也有在這裡做一些接觸跟工作 他們也預計在四月的時候 會有類似野生政府的概念放在平台上 這個都是一個政府現在非常 往開放政府這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方式 另外在開放決策的部分 有所謂的重大會議 也就是將來市長所主持的重大會議 我們希望都可以用網路直播 那網路直播成都大家現在看得到的 這個電視畫面裡面 我們就再進行一個模擬的網路直播 那這個將來希望可以在網路上面做播出 也可以做互分的一個互動 那再來就是公民論壇 這個大概市長已經在佐證 在療法使館 還有西良亞政民的時候 舉行過兩次的公民論壇的方式 提取民間的意見 另外有一個是市民提案 市民提案我們初步的構想 是希望說有關於類似 像野考慰公務局這邊所在執行跟棋樓上 那很多民眾他會認為 他的這個棋樓 希望這一段路段也要加進來 可不可以 我們將來會有一個空間 如果你認為你的路段 可以去執行棋樓上東 我們就希望你在這個地方 可以給市政府一些建議 包括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數字上面的流數 或者是市政府這邊在做進一步的一個溝通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都會是將來在 讓民眾共同參與裡面所 創下一個比較 政府執行上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基準 那回過頭來講 開放政府他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這個政府的資訊 是透過的 那在2012年 這個世界銀行裡面 就針對開放政府所做的一些定義 政府的資訊如果列透明 公民參與 能夠加入的話 我們其實整個政府可以做到民主科學 甚至提供我們的行政效率 也能夠綿綿防腐 那這個就是開放政府最重要 而且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那就很像說 我們有很多人會在問說 那政府的資料開放之後 如果沒有人用 事實上有很多事情就是 你開放出去 就會有人使用 就像我剛才所舉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感冒 你可能不會去想說 如果這個藥品的品項販售開放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 但是有很多聰明的人 他就會理解 這個是一個虛勢 所以開放政府 重要的 除了給民主想像沒有框架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集眾人的智慧 他總比一個政府 可以想得到的更中確 那這個也是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也討會